各位欢迎订阅,大家好,我是山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9月21号的婚礼新闻 之前台西京婚教真破一件赤桌案 这名插头全公一间参导的加工匠来做案 不过它不是偷偷参导,是偷偷走一会准备加工的散途去买 提出警方就表示 今年散途受伤因为天气的关系来减散 计划是开了这么多,只要给插头想要偷偷去买 在散途的客家也年代过散途的计划对了起十倍 也因为在家的身份状态,每周散途是三点赞作记得这门 最近烟海相信的农民没用在白散途 准备在最好的时尊来蒸途 农民表示,今年散途的三两斤就 年代也影响到散途的计划 今年蒜头在前 这些途的成本尽管 有没有用在农民算得其他的作物来在这里 那您蒸成本也是十倍 十一斤,只要三万以上 那您这样蒸才会合 不合样,不用得知道 这否则在变啊 变吗? 如果变才过得就在则 啊,变才不得结就了解了 因为蒜头的介绍好 日前有两名特殖人口 先在台西乡来投砍火车 年后早到20公里外 北港来投取蒜头 他们只是说缺钱发用 其实我们两个最差 两个都是那个毒品人口 所以我们在强烈的呼吁 社会那种 毒品真的是犯罪的根源 蒜头的介绍好 浓民很烦恼有人来投取 这次警方信息来 真判这件蒜头的设斗案 让人们很安心 今年蒜头和蒜政的行政馆 加乡也唱好 很容易成为派斗主义的目标 为了要为農民的会馆辛苦 警方表示一定专业来 红环农组部切斗的犯罪 继续翻译团 五相片彩虹报导 展推荬 好